欢迎收看10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首先带你来看到 每年暑假都会吸引到不少游客 前往的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花莲县政府争取花洞基金 一筑7500万元 进行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园区重塑改造计划工程 期盼打造共荣室游戏公园 而县长徐真卫9号也前往视察 就园区内的洞线 无障碍设施以及整体景观营造 提出改善建议 每年暑假都会吸引不少民众 前往的芝卡轩森林清水公园 景观水上设施区域目前修园 其他油气设施及景观人持续开放 县长徐真卫9日前往芝卡轩公园会刊 在农业处长陈淑文陪同下 实地视察芝卡轩各项油气设施 及苗木景观营造计划 油气关切复合式清水区域 水上设施及芝卡轩周边环境 特别就园区内洞线 无障碍设施及整体景观营造 提出改善意见 华林县佛表示 县佛争取到花东基金 驿注7500万元 进行芝卡轩森林清水公园 园区重塑改造计划工程 积极致力导入当地特色及共荣室游具 打造共荣室游戏场公园 其判提供更多友善的设施 让身心障碍者到此 也能无障碍地体验各项清水设备 另外因应东北激风来袭的沙尘问题 阳城工程进度 由于利物系是沙尘最严重河川之一 风沙大道影响下风处及邻近河岸居民生活及用路人行车 期望相关单位联手做好阳城抑制工法 才能达到最佳的阳城防治成效 确保民众的生活品质和行车安全 接着讲方言大华林报导